看這一集就破案了 怎麼說 因為我整理最詳細的這個事件推敲 這個示意圖 這個全台灣對這個事件 最精準的示意圖 這是一台火箭號 這個火箭是要送柯文哲進總統府 在最下面這一排是燃料 小草當燃料 這個一起飛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熊熊大火 就是志工小草跟幹部 草嘛 剛好很好燒 然後接下來飛到一定高度 他要脫離這個地球軌道了 他就要把什麼 把端木鎮拋棄 端木鎮這邊負責什麼 負責立頂時間還有外包等等的公司 那你看到你坐在駕駛艙 你可能會覺得萬物皆可包 可是其實不是這樣 因為接下來第二節推進器 是黃珊珊負責的 當他在丟東西的時候 丟到黃珊珊 黃珊珊說不行 你要是跟時樂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不可以害他們 於是黃珊珊出來 跟在還沒有被拋棄的時候 跟段木鎮講 這幾間的發票有問題 結果因為這兩節的全責不符 導致現在引起軒然大波 那接下來 我們目前看起來 還沒有被燒得很厲害 可是大家都在講的是誰 李文中跟李文堅 這一節推進器很幽默 分成四個包廂 木可公司 治療公司 台灣新故鄉智庫 跟眾望基金會 所以今天檢調去的這個木可公司 也在這一節包廂裡面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李文中跟李文堅是負責什麼 叫錢包 這一節如果拋棄 去得了月球回不了地球 因為他就沒有回來的燃料了 所以柯文哲要想辦法保著李文中的情況下 把剩下的東西都丟掉 所以你看端木正是不是要告了 黃珊珊要請辭了 李文中 李文堅都不用負責 這一根其實還少了一個東西 小心我們的製作人會攻進攝影棚 這一根其實是一個藍點 有一個影線 有一個影線 大家不要亂想東想西 重點來了 還好你沒有畫在上面 我跟你講 一間公司敢告他們家的會計師 你知道這就像什麼嗎 就像是你去惹你前女友 你前女友會怎樣你知道嗎 我問一下小平哥 沒有啦開玩笑 在這個火箭上面 那個藍點上 給你點火 一點火 你不知道你這一根什麼時候咻欸 就衝上去了 對啊 所以你看這個頭在哪 柯文哲 柯文哲 我看你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抱到他那邊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端木正一定有他所有的 就是會計師傅所一定有保存他所有的影本 如果專業的 他到底不專業到什麼程度 我是不清楚 好但要請教他3Q 因為你看喔 昨天啊 這個我們從柯文哲這邊的那個記者會啊 不是找出很多PowerPoint的資料嗎 那裡面呢 他們雖然說有這個1817萬都是漏報或誤報的 但其中呢 包括有人就揪出來說 11筆單據是沒有發票的 依法是不能申報 那我們昨天有討論到很奇怪 只有匯款憑證沒有發票 那怎麼會進行申報呢 誰要負這個責任 那民眾黨現在找出了黃珊珊來負這個責任嗎 辭掉了黨職之後呢 現在有小草就爆炸說 應該趕快辭立委啦 立委一起辭一辭啦 還有人問說有什麼內幕嗎 有什麼內幕嗎 破案了 看這一集就破案了 怎麼說 因為我整理最詳細的這個事件推敲 這個東西啊 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總之民眾黨中央開了一個會 今天中午 開完會之後 發現人吳瑜宣出來說 我們會把李文中 黃珊珊跟端木正送中評會 那這個是一個政治動作 意思就是這三個人要負責 可是你要去想啊 他們各自怎麼負責 發生什麼事情 於是呢 我就畫了一張這個 這個示意圖 這個全台灣對這個事件 最精準的示意圖 這是一台火箭號 這個火箭呢 是要送柯文哲進總統府 在最下面這一排是燃料 他的小草 當燃料 當燃料 這個一起飛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熊熊大火 就是志工小草跟幹部 草嘛 剛好很好燒 然後接下來飛到一定高度 他要脫離這個地球軌道了 他就要把什麼 把端木正拋棄 端木正這邊負責什麼 負責立頂時間還有外包等等的公司 那你看你坐在駕駛艙 你可能會覺得萬物皆可包 可是其實不是這樣 因為接下來第二節推進器 是黃珊珊負責的 當他在丟東西的時候丟到黃珊珊 黃珊珊說不行 你要是跟史樂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不可以害他們 於是黃珊珊出來跟在還沒有被拋棄的時候 跟段木正講 這幾間的發票有問題 結果因為這兩節的全責不符 導致現在引起軒然大波 那接下來我們目前看起來還沒有被燒得很厲害 可是大家都在講的是誰 李文中跟李文堅 這一節推進器很幽默 分成四個包廂 木可公司 治療公司 台灣新故鄉智庫跟眾望基金會 所以今天檢調去的這個木可公司 也在這一節包廂裡面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李文中跟李文堅是負責什麼 叫錢包 他就是柯文哲公司兩用的錢包 那這一個部位不可歌不可氣 萬一氣了之後柯文哲那個火箭頭也就沒了 氣了之後柯文哲接下來就是孤單的 孤咬了 就孤獨終老 就反正該領的都領了 該賺的都賺了 那最後他就會 這一節如果拋棄 去得了月球回不了地球 因為他就沒有回來的燃料了 所以柯文哲要想辦法保著李文中的情況下 把剩下的東西都丟掉 所以你看端木正是不是要告了 黃珊珊要請辭了 你李文中 李文堅都不用負責 那不是說中平會他們要那個嗎 就是說李文中也一起處理一下嗎 你已經處理到黃珊珊的李文中為什麼不處理 然後最先喊告的是不是端木正 然後出來發表不自殺生命的 要辦黨權的Grace過去 不好意思你也是被燃燒的 沒有他在火箭發射之前先離開了 然後我再回去持續幫他燃燒 不是他在下面看這個會不會是北韓的火箭炮 根本是在火烤柯文哲 所以你看以這個高度來講 如果憑第一聲蕾的話 先打到的一定是先打到柯文哲 因為他最高 可是現在柯文哲看起來沒事情 今天早上只是晚一點去晨慧而已 因為他不是整節爆炸 他現在還在脫離的狀態 還在脫離的狀態 現在才拖到黃珊珊這一節而已 李文中李文堅如果確定他們在幹什麼事情 柯文哲就會出大事 李文中是他李文中是他最後的堡壘 然後因為根據柯文哲上面的爆料 他跟我講說李文中是柯文哲非常信任的對象 他第一任的時候還沒有出現 那到第二任他認為說 跟財務相關的需要非常信任的人 於是就出現憑空出現了一個高中同學 剛剛在中國經商回來 然後馬上一進來 也沒有政治經驗 也沒有什麼其他經驗 一進來台北市政府先擔任市政顧問 然後擔任北捷董事長 可以說是魚取魚球 要幹嘛就幹嘛 所以柯文哲跟李文中的關係 是整個今天所有揭露出來的名字裡面 比什麼陳志涵 吳宜宣 都還要核心的人 所以今天大家在看這些事的時候 要分清楚 檢調再負責的是法律責任 蔡壁如 謝麗公在攻擊黃珊珊 這個叫政治責任 最核心的是柯理這一包 難怪我現在才知道為什麼 各位回想民眾黨的口號 科學第一 不可以得罪柯文哲 理性第二 不可以得罪信理的 什麼時間 食樂 那個都是第三的 最後才務實 所以從他的口號 你知道柯第一 理第二 其他第三 這就是民眾黨裡面的權力結構 我覺得這個民眾黨很帶走 他們可能是想要 這個一直要轉移焦點嘛 所以要搞一個更大的 那一根 那一根 3Q你那一根 3Q你那一根 給我 給我 那一根 大家來看一下這一根 這一根 其實還少了一個東西 小心我們的製作人 會攻進攝影棚 這一根其實是一個藍點 有一個引線 有沒有 引線 有一個引線 大家不要亂想 懂想心 重點來了 還好你沒有畫在上面 我跟你講 一間公司敢購他們家的會計師 你知道這就像什麼嗎 就像是 你去惹你前女友 你前女友會怎樣你知道嗎 我問一下小平哥 沒有啦開玩笑 在這個火箭上面 那個藍點上 給你點火 一點火 你不知道你這根 什麼時候咻欸 就衝上去了 對啊 所以你看這個頭在哪 柯文哲啦 柯文哲我看 你就不知道什麼時候 抱到他那邊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端木正 一定有他所有的 就是會計師傅所 一定有保存他所有的引本 如果專業的 他到底不專業到什麼程度 我是不清楚 但是民眾黨現在是 要把所有的罪怪 這所有的罪怪 推到端木正一個人身上 我就問嘛 柯文哲昨天是在跟端木正喊話 他說我會叫我們的 這個競選總部的財務 跟他好好聊一聊 結果今天早上說什麼 我聯絡不到他 你柯文哲是想要幹嘛 你是想要去檢查端木正是怎樣 不正了嗎 歪了嗎 所以只要去找他 莫名其妙還是你們想要對什麼 口供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對不對 那我跟你講 誰最該負這個責任 誰決定讓端木正成為一個這麼重要 在這個整個競選辦公室 這麼重要的財務跟會計的 這種協同的角色嘛 那另外 他是一個協同者 協同就是我們一起工作的那個人 還是他是你的利害關係人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嘛 但是現在民眾黨也開始提醒小草說 要保護阿伯 還有人說要捐錢給阿伯打官司 但他說我們在現在最黑暗的時候 我們小草都要點起一盞光 你的一百塊都是我們的光 現在還要幕懷現在 還要割完他 昨天陳正然在掉下的時候覺得超感動 這些小草就在我們現在最不看好的時候 給我們這些力量超感動的 但是你要知道 這些信徒他還是要推出一個路線啊 怎麼辦 我跟你講國家機器 你說信徒喔 他都是信徒啦 國家機器又來了對不對 國家機器又來了啦 這一切都是國家機器動得很厲害 為什麼 你看阿燦 阿燦他七年來本來都沒什麼事 結果我們賴清德一出手阿燦出事 結果你看 遇到柯文哲 五天以內監察院請朝而出 這一切都是阿德的陰謀嗎 這也要可以 全部都發射了 都發射了啦 對不對 一口氣全都都射 本全部都請朝而出嘛 所以你看 一下去了端木哲那裡 一下要去我們柯文哲那裡 怎麼會這樣 但重點我要告訴小草啦 這個請朝而出 其實是這樣 都是因為鍾小平 台灣人真的不想聽他滾丁床尖叫的聲音 那小平工廠不是國家機器 知道了嗎 kiedy滾丁床尖叫你 也有 柯文哲那裡